8000 5分是 8000 5分是 1900 好 611的分顺势 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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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下一位挑戰者 在上個禮拜表現得不錯 而且人緣非常好 那麼最後呢 雖然被淘汰 但是被300位觀眾救回來 我們再次來認識一下 很可愛的王軒平同學 加油 來自高手的王軒平 由媽媽獨立扶養長大 在外婆跟母親的權力支持下 勇敢追尋歌唱夢想 我愛的紅紅烈烈在風紅 縱使歷經多次失敗 但他依然堅持 不放棄對歌唱的熱愛 就唱到自己 就真的很愛唱歌 上週用真誠的演唱 感動了觀眾評審 獲得重回舞台資格 奮戰不懈的王軒平 今天能直接衛冕進行嗎 討厭節 各位評審還有現場 300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軒平 首先謝謝300位觀眾朋友 把我救回來 那這次呢 我已經來第五次了 也是第一次自己一個人上來 阿嬤沒有陪我來 那希望阿嬤在家 可以聽到我的好消息 軒平加油 好 機會命運 今天還是要自己選擇 機會 命運 請選擇 機會 機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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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在臉發歌擔任工程師的黃聖文 擅長將歌曲改編 加入轉音唱出獨特風格 獲得評審高度讚賞 順利貴年兩週 我們來看看命運是誰 黃聖文 我們到台上 小燕姐 各位老師 還有現場觀眾 以及焦哥 還有300位評審觀眾 大家好 我是小S 黃聖文 小S 好 聖文請稍微等一下 好 謝謝 天平今天唱什麼歌 我今天要帶來 你在不在 然後這首歌是要送給我的阿嬤 然後她每次啊 都像我第一個 第二個媽媽一樣 然後常常陪我去比賽 可是她就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沒有陪我上來 我希望她身體健康 然後我們一起 再去追尋目標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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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陪我失眠 可是却不在我的身边 我换手换换顺脸 却换不掉你固执的机会 抱着一起扬的手 不倔强着装 合复了胸背 疼完了我 弄满疼好的泪 你在房间 想换灯片 你在我眼里蔓延 你在书记 你在笔电 无法够缺 你在深夜 想陪咖啡 你在我心里面 陪我失眠 可是却不在我身边 你 还在坏 jeg 我 屈 今天我们的工程师 你要唱的是什么歌 呃 我今天要准备的歌曲是 黄平云大哥的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那这首歌大家知道应该 平原大哥的版本是 失恋的时候的那种很悲伤的歌曲 那我自己听歌的时候 我常常喜欢就是自己 加一些小东西进去这样子 然后就唱成自己的风格这样 请开始 谢谢 谢谢 你 秋天的风 你整整的吹过 想起了军孽的这个时候 你的心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成熟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但我只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能说一句话就走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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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三位比较机智的评计 你觉得他四个感动 我感动得怎么样 其实我来讲一下 我刚才一直在看宣品 宣品你上个礼拜 因为你的真诚被救回来 我觉得唱歌是这样 我们用嗓子唱歌 你嗓子很好 更厉害我们用心唱歌 你也很有心 还有一点我要教你 要用脑袋唱歌 就有聪明的选歌 我觉得这首歌 你到了副歌很壮大的地方 你很难驾驭 你很多缺点都暴露出来 相对的盛文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手 他把任何的一首歌 都编成他可以驾驭的歌曲 我觉得他如果唱原唱 大家就会比黄品云的版本 他把它改成Big Band 把它改成New York的Big Band Jazz 然后很有盛文自己的风格 很俏皮 很有味道 这是脑袋聪明 是选歌去编歌 我觉得你再加这一点 你唱歌的路 就不会那么坎坷 盛文 其实我特别 不喜欢一些歌者 或者一些新人 在台上改编 搬门弄斧 你知道那种 原唱唱好都来不及了 还要再做一些改编的动作 可是我觉得你比改编的真的很好 恭喜你 我给你很高的分 谢谢老师 好 来 我觉得宣平很努力 我也觉得就像 怎么讲呢 龟兔赛跑 乌龟跑得稍微慢一点 但是我觉得 以你的那个努力 跟你的那个毅力 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 走到那个八片的终点 我在这里先祝福你 谢谢 对 不是有一首歌 爱拼真的吗 对对 三分七指定 七分扣八拼 但是我觉得 所谓的指定就是运气嘛 也就是说运气好不好 我觉得你今天运气也稍微差一点 因为像盛文 你今天是目前 目前我觉得 目前这几组歌手唱得最好的一个 就是你的手气 手气就差了一点 有时候当歌手要有一点手气 但是我对你有信心 我觉得 我希望还可以再见到你 好 谢谢老师 我们要打分数了 来听听三百个观众怎么说 好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同学 常常都是成群结队 来看录影听歌的 来介绍一下你们 我们是来自寿山高中的热音社 对 热音社 对 辛苦你了 来 那你喜欢谁呢 社长 宣平还是我们第二位 我们衛冕者盛文 我比较喜欢宣平的表演 为什么 我觉得他带来这首歌 他刚才前面有介绍说 他跟阿嬷的感情 然后我觉得他唱这首歌 有把感情表达出来 然后而且他声音应该本来就比较高 感觉这首歌它有优势的部分 谢谢 然后因为我们热音社 其实平常比较擅长是那种 摇滚或是重拍的歌 然后 可是听完他这首歌之后 我们可能会选一些竖琴的歌 然后再拿来改变 然后再做一个表演 对 所以我选择宣平 谢谢 来 请问一下帅哥 你喜欢宣平还是盛文的表演 我比较喜欢盛文的表演 为什么 陈萌刚刚社长说的 陈萌这两个字 你是跟哪位大人学的 还陈萌咧 我们就是热音社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rock 所以刚刚盛文在表演的时候 导播可以take我们三个 怎么了 你们三个人是吧 对 你左边这两位跟你 怎么了 我们刚刚听到他的歌 身体就不自觉地跳舞 比如说 五六七八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 我难 不错不错不错 很有节奏感 不亏是热音社的 所以他的这个改编你喜欢吗 喜欢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那你在热音社是负责什么乐器的 呃 贝斯手 贝斯手 加油 我们台下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 贝斯手是哪一位 呃 刚好不在现场 呃 不不不 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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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也是人 总是要尿尿的嘛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看分数 来看看到底谁可以胜出 快找贝斯手回来 好 我们现在要来看分数了 来 跟上舟 好 出来 好美